说我头大也就算了 还要说我贴假发片向电视见我 真的双Q 今天我必须要为我自己证明 必须把你们贴假发片给教会 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头发梳顺 然后一分为二 因为我的假发片是用整片带一个水波纹 所以我得要把我的头发卷一下 180度一个卷发棒 然后我们就竖着这样子取头发 就像我之前教你们卷头发一样 左边的头发往哪里 往左边卷 这个甲子朝前 把头发这样夹住 再把左边头发往左边旋转一圈 然后甲板是会松一松往下带 再这样顺着的卷 等一个三秒钟左右 然后不要动这个甲子 往下把这个卷让出来 再往左边转 甲板松一松往下带 再这样子三秒钟 以此类推 捉完之后不要打伞 然后再这样竖区分离右边的头发 甲板朝前把头发放进去 右边的头发 往右边卷 越薄它就越适合戴假发片 这样就会比较的自然 如果你是很整齐的话 其实会有点奇怪 分一撮头发到对面 分一撮头发下来 然后用这个夹着这样子 转一圈 往上带 往外后拉 这里立马就起来了 然后下面也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你发现两边已经高了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后面的这一座头发 你拿来做起来 横着这样往上往前 就给它戴两下 梳子就这样往后面给它一梳 看现在的颅顶就是你随便怎么分 它都非常的高 现在开始教大家戴假发片 先在这里给它作为一个分区 如果说你头顶的头发比较少的话 可以像我这样宽一点 如果你头顶头发还是比较多的话 可以分这么窄 画一个圈 这样子套过来 拿个杀鱼夹夹住 这个假发呢 在之前先给它梳顺 可以看到它这里四个扣 我们先定外面两个扣 在我们发际线的这个地方 说你不是这样子戴 你是给它这样子一个U型的一个弧度 两边发际线这个地方往下一顺 一扣 后面就这样一扣 前面的头发就放下来 我的头发就和这个假发同位的一体 看这个发亮 是不是很自然 就像我自己的头发一样 有一个细节 平常我不是喜欢撩头发吗 不要撩那么宽 你的假发片在这里 我们只要一小撮一小撮的撩就好了 OK大功构成是不是很简单 这头绣发我给它取名为 海岛般的头发 海岛海岛海岛 就非常的有氛围感 像电视机吗 不会啊 谁敢说我头发少